公園裡頭的民眾 拿下口罩束縛自在呼吸 新冠疫情趨緩 明天開始將從第五類法定傳染 並改成第四類 而且指揮中心也會同步解編 因為明天指揮中心 不是解散的時候 然後說五月之後 從第五期變第四期是不是 我只知道保險可能會有差 對 其他也沒有特別了解 沒差 我覺得差不多就應該的 我不知道 不清楚 有些民眾不煞煞搞不清楚差在哪 其實陽性確診還是一樣 得採林佳恩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未來實名制家用快篩將會退場 專責病房同樣會取消開設要求 而過去的疫苗接種假隔離假 也將恢復成一般性請假 另外施打疫苗得開始收掛號費 不過依舊屬於公費範圍裡頭 醫療院所必須自己收掛號費的 就比照過去打流感疫苗一樣 如果你是因為新冠疫苗 你又是屬於高風險群 那你還是可以獲得抗病毒藥物的免費給付 你還是可以領得到藥 也就是說疫苗抗病毒藥物 還有中重症的隔離治療 依舊交由公費提供 另外醫療照護機構救護車 戴口罩的規定將持續到5月30 而同樣沒調整的 還有納入常規管理的陪病探病管制 看來隨著疫情逐漸穩定 防疫規定跟著調整 也讓民眾生活逐漸恢復常態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18位玩八發鎖定八大民生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